以哈衝突死亡人數突破三萬 以色列軍隊二十九號 朝著加薩一群正在等待援助物資 並且增強的巴勒斯坦人開火 造成一百零四人死亡 以色列表示現場混亂 踩踏碾死才造成憾事發生 美國總統拜登之憂心 停火協議將更難談 當三十輛卡車組成的援助物資車隊 抵達長期飢餓 疲憊的加薩百姓爭先恐後 沒想到死神就在眼前 以色列用影片自清 表示沒有攻擊援助車隊 而是在指揮人道行動 哈馬斯發聲明譴責以色列 並表示不會允許敵人利用 談判掩護持續犯下的罪行 根據援助組織跟乙軍協調困難 敵對行動持續公共秩序混亂 幾乎不太可能運送物資進入加薩 絕望的群眾借到車隊進來 全部衝了上去 聯合國表示 加薩兩百三十萬巴勒斯坦人中 有四分之一面臨饑荒 八成的人逃離家園 這起事件超過百人喪命 有人被打死 有的聽到槍響 嚇得往車底鑽 卻遭免弊 加薩衛生部門剛發布 以哈衝突以來 死亡統計突破三萬 控訴此案是大屠殺 沙烏地阿拉伯 埃及跟約旦 指控以色列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當攻擊目標 呼籲增加人道援助的秘密通道 並希望國際社會采取果斷行動 施壓以色列遵守國際法 盡速達成停火協議 公視新聞黃雲林編譯